不聽話那我可以打他嗎 很多方法可以處理 例如發揮 就用Time out 請他到冷靜區 我現在要廁所把他關起來 他要冷靜下來 他這段時間他需要升起 我們尊重你現在情緒非常緊繃 你需要有一個發洩的空間跟時間 但是這不代表我們忽略你 或者是我們遺棄你 我們不能給孩子這樣的感覺 《探陰天童》常被人家指一件事情 克姆這種講法是很奇怪的 實際上他指的是說 他會在某一個層面上去取代了媽媽的職位 千萬不是那個什麼 克來克去這種事情 那麼愛克就吃克不好 OK 大家好 上一集播出之後 就有網友來問說 老師在那個影片裡面的感覺 比較嚴肅一點 那不然怎麼樣 你們以為你們會看到命理版的 博恩耶耶秀嗎 我是專業的命理師 我在討論人生的時候 本來就很嚴肅啊 為什麼大家只要我開始嚴肅了 他就覺得我怪怪的 我是生病的 沒有問正常 今天我們邀請的也是一位老師 他是親子教育的專家 我們在談親子教育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 是對小孩子的教育方式 但這個老師跟我有一樣的想法 我們覺得在親子教育中 真正需要被教育的 應該是父母親 今天來節目的是何翩翩老師 他非常特別 他自己以前本來學的是西班牙文 一個因緣機會的情況之下 往親子教育這塊去發展 當了園長 後來現在開始出書 所以書賣得很好 命理上會有很多人也會來問 問完感情之後 有了小孩結了婚 他就開始問小孩子的事情了 夫妻公後面就是子女公 他就開始想要知道說 他的孩子未來會怎麼樣 通常我也都告訴父母 小孩子還小 我們根本就不用拿他的命盤 來給我算 就看你的命盤就好了 因為真正需要去注意的事實上 是自己對孩子的態度 那在這個觀點上面 我跟何翩翩老師不謀而合 我們聊之後我就很開心的 希望他也可以來上我們節目 跟大家來分享說 他對親子的一些看法 以及他怎麼一路從一個 學外文的學生 走到今天變成專家 我們今天歡迎何翩翩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何翩翩 老師可以先跟我們聊一下說 你當年怎麼會從學外文 然後變成親子 因為親子比較好賺錢 真的是因緣際會 結果我書裡面有提到 有一個小我15歲的親妹妹 那因為他的誕生 那剛好是在我大學這個階段 他進入到幼兒時期 那因為他都跟我一起睡同房 因此我就開始 對幼兒有產生莫大的興趣 我就像很多媽媽一樣 生了小孩之後 你就很想去考個保母證 或是想要多了解 怎麼樣帶好自己的孩子 大學的時候 又同時那時候 開辦了幼兒教育的教育學程 馬上去申請 然後也很順利的考上 然後完成就是幼兒教育的 這些基本的訓練 對 所以這個也算是 對我還蠻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現在大家都只有一個小孩 生了就會變成很寶貝 何老師還有三個小孩 中華民國的生育率的提升 他幫了很大的忙 很多的父母他們都很希望 自己可以更懂得怎麼去照顧孩子 讓自己的孩子可以更好 甚至可以說某一部分來講 彌補了我們這一代的人 在小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自己對教育的不滿 因此現在坊間 有許許多多的各類型的教育體系 你自己覺得說 這中間有什麼不同 大學畢業之後 第一個進入的工作的幼兒園 他就是一個採用蒙特蘇利教學法的幼兒園 接受培訓 然後也實際去運作過之後 我就很喜歡他 包含他尊重每一個孩子都是不同的個體 像在蒙式的教室裡面 孩子是可以自由選擇 自由操作 那去順性而為 去發展他們的專長 我並不想要 就是用一套標準的模式去教所有的孩子 那我相信每一個孩子 有他的天賦跟潛能 對 那加上其實蒙式的教學 他是混零的 那我其實還蠻喜歡混零這一塊 是因為用年紀去限制 尤其這麼小的孩子 就是大家都要學一樣的東西 我會覺得可惜了 對 就是也許這個孩子是數學方面有天分 那他也許他才小班 就可以進到中班大班的領域 或是他的語文有天分 那還得要跟著 就是同年齡的孩子一起學習 所以我看到在這個教育裡面 尊重每一個獨立個體的這個精神 接下來我就出國去 紐約大學的幼教 那剛好他也有提供 蒙特索利的課程 對 所以就也很巧合的 我一路就一直在這個蒙式的路上走 對 你選蒙式是因為運氣 一開始是被動的進到這個環境 但是認識之後 我很享受很喜歡 很想要再繼續去鑽研跟學習 教學的過程是要 爸媽一起跟著做的 是 再好的學校教育 其實都沒辦法取代家庭 嗯 還是要回歸到 你跟孩子之間的關係 經營你是不是真的認識你的孩子 你是不是真的覺知自己的特質 從西方傳過來的各種各種的教育方式 我想不管是哪個體系 大家通常都會有一件事情就是 要尊重小孩子 有一類的父母就會覺得說 這麼尊重小孩子 結果呢就是小孩子不聽話 有一些人在談的 要讀經啦 要背書啦 母親節的時候要幫媽媽洗腳 或舔腳趾這種事情 這樣小孩子會比較乖嗎 我的確這幾年接觸到很多 很用心的爸媽 那他們真的看得出不少於老師 不少於教育工作者 那但是的確會變成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反而讓他們被牽著走 孩子他就真的只有可能三歲四歲五歲 但是你要他去當家做主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家庭的整個是亂的 我碰到那個三歲的小女生 就會跟老師翻白眼 或者是老師跟他講話 他就把頭轉開 然後喊 就是你會知道 這些行為其實是來自於家庭 那後來的確觀察到 他爸爸媽媽跟他互動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身為教育工作者 其實我會覺得我們必須要有警覺 不應該是讓孩子 爬到你的頭上去帶領你走 那你是一個成熟的成人 在很多時候你必須是那個界線 他要爬上來 我覺得要不要爬他會不聽話 那我會打他嗎 我們不會兼用打的 但是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處理 例如發規 就用Timeout 請他到冷靜區 我現在要廁所把他關起來 他要冷靜一下 其實不是帶著懲罰的意味 他能夠學會自己喊暫停 他怎麼不停呢 在你那裡尖叫 說什麼東西怎麼辦 當然孩子很多種 如果在學校來講的話 有些時候我們是會讓他在那裡 單獨的掉眼淚 或是他需要 他這段時間他需要生氣 我們尊重你現在情緒非常緊繃 你需要有一個發洩的空間跟時間 但是這不代表我們忽略你 或者是我們遺棄你 我們不能給孩子這樣的感覺 我們始終是跟你一起的 但是對於你情緒這一塊 你需要有自己的空間 我們尊重 但是當然有前提 你不能破壞我們家的東西 不能破壞丟教室的教具 你不能傷害別人 對你如果觸犯到這些 你傷害到別人 這個必須被立即處理 但是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當然享有你發脾氣的權利 但是你要好好的生氣 何老師的書看起來 非常的輕鬆 用很多的他自己自身教育上的例子 然後跟大家來敘述說 當你碰到這些狀況的時候 怎麼去應對 我在看他的書的時候 我看到中間有一段 小朋友在教室裡面吵鬧 他把他帶到辦公室裡面來 他也不懲罰他就讓他發脾氣 但因為全辦公室都是大人 那小孩子能發脾氣有限 那小孩子要摔東西 不能摔 他要讓他知道說 你可以自己在那邊發脾氣 進去用力發 但是你不要來動我的東西 因為這是我的 這就像剛剛老師說的 你要把那個界線畫出來 慢慢讓他把氣發完 慢慢冷靜下來之後 他會去為自己找到一條 比較好的方法 對孩子來講 是一個學習思考的過程 大人能不能夠很 情緒堅定 但是又溫和 這個是很難的 很難的事情 何平妹老師他自己有三個小孩 你知道有三個小孩 這多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我只有一個 我就已經覺得很累了 他上班又要休息又要幹嘛 我整個覺得自己的人生被瓜分掉了 你雖然愛他 可是你的時間就這麼有限 所以你就會慢慢會希望說 事情趕快解決 以老師來講 你有三個小孩 你怎麼解決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要回到 所謂蒙特蘇利的一些 對我的一些影響跟啟發 應該是說 蒙氏的教育裡面 他很重視孩子的獨立性 因為我們相信 孩子都會往獨立的路走 也許零到三沒有辦法 就是生理的限制 他要餵奶要換尿布 這必須依賴大人 但是當他漸漸成熟之後 你是不是能夠真的放手 在蒙氏的書裡面 其實有提過就是教室的比例 他反而不覺得人數少 就是孩子師生比是少的 對孩子是好事 他會覺得 當孩子有一定的數量 比如說1比10 甚至1比15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孩子 更能夠獨立的去處理很多事 不用依賴大人 就是大人你的存在 對孩子來講 真的是一個必要嗎 還是因為孩子少 然後大人就會忍不住 去幫很多的忙 對 那其實對他來講 不見得是好事 那我覺得 我在兩大 我自己三個孩子的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是真的 放手讓他們去闖 去獨立的做很多事情 包含因為我們家住新北市 他們的學校其實在台北市 所以他們其實小學三年級 開始就自己做公車 當然這個需要一些前置作業 我必須要了解 他們配備是不是足夠 他們會不會求救 他們會不會處理一些突發的事件 那甚至剛開始 我有偷偷跟在後面 看他們整個流程 所以這個放手 當然也是必須有準備 不是說放就放 但是我覺得 因著這樣子的一個 成長的一個思維 跟他們經歷 比如說危機的一些處理 有時候我也聽過他們回來說 悠悠卡沒錢了 然後我說那你怎麼辦 我們家兒子就說 我就跟司機拜託 他們其實就開始 會懂得很多 真實的世界的樣貌 我會覺得那才是 他們為獨立而做的準備 就我而言 我會覺得 孩子多也不見得是壞事 媽媽能做的真的有限 包含我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事業要忙 所以你更能夠 放手讓孩子去經歷 未來可能要去面對的一些挑戰 東方的教育對孩子的管控跟限制 西方有很多時候大家會 物以為所謂的尊重 就會變成放縱 我自己上課我都常常講的 我們常會 會變成是愛心在做壞事 你初次對他的好 可是反而害了他 我其實最近很想要跟很多媽媽講 就是真的不要做媽媽 做到讓自己委屈了 就是很多媽媽其實為了孩子 做了太多的犧牲 她甚至已經忘記那叫做委屈 她不能容忍別人對她移植氣死 但她可以容忍小孩對她移植氣死 但事實上應該是不舒服的不是嗎 就你自己原本的所學 然後就命理上 它會有什麼可以彼此幫助的地方 我會覺得其實最難解的謎 應該是對自己的了解 所以我很希望透過很多不同的學習 去更認識自己 我覺得那是最根源的 你如果連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你怎麼教好你的孩子 或是怎麼跟學生互動 其實不只對命理學 我也自己去上一些心理學的課 就是我希望藉由很多不同的管道 去幫助我自己 因則認識自己 才能夠好好去發揮自己的長處 然後能夠有一些自己 比較軟弱的地方 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去處理 我會覺得藉由上課的一些分享 或者是跟同學一些討論 我的確會慢慢越來越釋懷 就是每一個人包含你的孩子 他都有他的命要走 講比較白一點 父母也不過是他十二公里面的其中 一個公文 一個公文 對 對 十二分之一你管家那麼多 對 所以如果你你想要掌握他 或者你想要改變他 其實那是彼此都在很折磨的事情 反而你反過來 如果你是認識他了解他 然後也許用十二分之一的力量去幫助他 我想這個命盤就可以走得很漂亮 很多爸媽會來問我們說 那我孩子以後會怎麼樣 會不會孝順會不會乖 會不會發大財 許多的傳統命理師 他們習慣性的喜歡去做這樣子的論斷 鐵口直斷告訴你說 哎呀你的孩子以後賺不到錢 你的孩子以後會離你遠去 這句話放在父母的心裡面 好像埋了一個符咒一樣 孩子只要稍微出一點錯 稍微忤逆一下 你就開始想起了命理師跟你說那句 這孩子以後不會聽話不會孝順 然後你就開始有了情緒上的反彈 最後可能就符合了命理師所講的 孩子就不聽話囉 這樣子的說法 其實無形之中 用了命理學去限制了孩子 我一向就反對 命理學上面用這種鐵口直斷的講法 因為你這種說法就是限制的人 哪個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 不會忤逆一下父母 我們自己在小時候 沒有忤逆過父母嗎 傳統命理學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大家去追求那個鐵口直斷 而去忘記了 其實他可以透過命盤 看到你內心真正所需要 可以了解孩子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 我剛剛講了 這是命理節目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要解釋一下命盤 這個盤 太陽天童 空工 當然怕空工對不對 結果我們連續兩集 一個是老闆 一個是有名的老師 所以空工有什麼不好 我跟你講空工超棒 太陽天童在遷移工 然後借過來在命工這邊 擁有信任感 懂得照顧人 而且願意學習 這樣子特質的人 很多老師都會說 這是一種輔佐型的人才 只是在旁邊幫襯 拜託 這個是因為這些沙文主義的男人 就覺得好女人就是要幫男人 所以他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輔佐的一個人才 千萬不要這樣子想 媽媽才是家中堅強的力量 有的時候我們在命理上面看這個事情 你要去看他的本質是什麼 而這個本質在社會上 他適合做什麼樣的行業 那以何老師來講 他太陽天童做這個行業 就相當相當的適合 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他在念大學的時候 照顧他自己的妹妹 對 妹妹 從他有盤看不看得到呢 其實他從他的盤看到 很明顯 而且這件事情呢 影響了他後來 往教育的路線去發展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個 在命理上很重要的觀念 他念大學的時候 會在這個大縣 所以這個是他的大縣命工 旁邊的兄弟工 是本命的兄弟工 本命的兄弟工 我們也會代表媽媽 他走進來大縣這邊的時候 是剛好疊了兄弟工 表示呢這一個十年線 他跟他媽媽 其實有很緊密的關係 那這緊密的關係 是怎麼樣產生的呢 他本身是太陰天童 太陰天童啊 常被人家指一件事情 克姆 這種講法是很奇怪的 實際上他指的是說 他會在某一個層面上 去取代了媽媽的職位 何老師當中盤來看呢 他在這個時間點 就去取代了媽媽的職位 職位其實要化權 他會掌控這個公位 所以他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代氣的媽媽做了一些事情 應該用這樣子的角度 來解釋 千萬不是那個什麼 克來克去這種事情 那麼愛克就吃克補好了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呢 我們又看到一件事情 他的天竿軸跡 造成了他這邊的文曲心畫跡 古書上面告訴你 那個叫做意圖公民 你會希望有一些 不一樣的事情發生 畫跡呢 因為空缺 空缺就會引動 有了空缺 你就會希望 要去做一些變動 去找一個新的方向出來 所以當他在這邊畫跡的時候 剛好是他的本命的填摘功 卻是他大縣的官入工 所以他整個大縣的工作跟家有關 所以他在家裡面帶小孩 這件事情呢 又讓他覺得他需要要有變動 影響到對面這個天象心 每一個工的對面都是他內心的想法 天象指的是秩序 你心中對於你自己的一個秩序跟盤算 跟一些規劃 所以這件事情去影響了他在工作 學業上內心的規劃 而造成的改變 從盤上面這樣看 就得知道說 他會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去做出一個不同世界的追求 我們一直希望把一些好的知識 跟一些好的觀念推廣給大家 邀請何平美老師 一起來辦一個學期營 兩天一夜的時間 很放鬆的來享受飯店 怎麼跟孩子相處 限額只有20住 Home Hotel這邊呢 也提供了我們一個很優惠的價格 讓大家帶來孩子一起來用餐 住很漂亮的飯店 針對每一對的親子 來看看說 你跟孩子之間 從吃飯這個最簡單的事情 來跟大家分享老師自己的經驗 隔天早上就命理的角度 來去探討說 未來你跟孩子之間要注意什麼事情 更重要的是什麼 你來上課的時候 小孩子要幹嘛 小孩子一起上課 我們會另外安排 親子的老師帶他玩遊戲 然後從遊戲中去做一些學習 我希望是可以讓家長覺得 有手把手一起把教養 不是只是唱高調 怎麼樣能夠跟孩子有最好的互動 因為過語不及都不好 但是這個怎麼樣 能夠最適性的教育 其實這真的是做父母 一輩子的功課 那也希望在幼兒階段 用對方法打下最好的基礎 其實以後一定是會讓教養 他非常的順遂 那希望能夠幫助家長 有這樣子的一個收穫 好那今天謝謝 美麗的小老師 謝謝 可是有說過別人物解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情 有時候會想說這種物解到底要解釋 還是不要解釋 沒有就什麼解釋 開幹 不是我講的 那他們段章取義去做一些解釋的時候 你知道碰到上面我會怎麼跟他講嗎 文盲啊 文字的意思都看不懂 我滿沒有資格來討論這個 有些奇怪的事情 我希望真的可以發生 我長成這樣子還會傳這種感覺